大家好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沙茶醬炒烏冬 很简单容易炒 炒好蔬菜再炒烏冬 一起炒一下 再加沙茶醬就可以了 做法简单超级野味 水滚关火 放3个烏冬之后 搅拾它 只是想用热水来松开 不需要开火煮 松开之后冲冻水 晴干水分備用 西芹如果你不想吃的时候 有根黏牙 可以用我这个方法 把表面的浸泡它之后 用刀轻轻割一下 不要割断 一条分3次 撕的根出来 在第二段 又轻轻割一下 不要割断 又是这样撕的根出来 用这个方法 差不多可以清除所有西芹里面的根 接着斜斜的切条 红萝卜切丝不要切得太粗 洋葱也是切丝 火腿切丝 你可以用鸡丝 肉丝 或者午餐肉也可以 准备好了 这几样材料和盐 就可以开始炒了 热锅下油 1汤匙 转中火 放红萝卜 洋葱 西芹下去炒一下 炒1分钟左右 炒1分钟后 加盐 继续炒一下它 直至你觉得它够软身就可以不起了 保持着中火 用同一只锅 加少许油 放火腿下去 两边都煎香它 煎香了 可以炒起它 炒起后 可以炒烏冬 有鸡汤3汤匙 老抽1汤匙 用来炒烏冬 用同一只锅 仍然是中火 加入油 倒烏冬下去炒一下 药膜炒1分钟 然后加入老抽 以及鸡汤 如果你想加清水 不用鸡汤也可以 盖上煮3分钟 盖上煮3分钟 现在准备好海鲜酱 半汤匙 沙茶酱2汤匙 糖1茶匙 烏冬煮好3分钟 炒一下它 下海鲜酱 沙茶酱 和糖 这3种调味料 我特意在后面再加 因为没有煮过 在后面加进去 味道会浓郁些 现在每一条烏冬都 切满沙茶酱 加上火腿 和炒好的杂菜丝 拌匀之后 现在看看 这个炒烏冬 是属于干身的 不需要有汁 试下它 看看够不够味 不够味 可以加些盐 炒好了 看看多漂亮 每一条都很干爽 也不会黏在一起 不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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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其他食谱 在我的频道 可以选择来看 如果喜欢的 记得给个赞 和订阅我的频道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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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好吗 好